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雷主强者降临单刷飞断的视频 推荐给大家的阵容是一个分数比较高的阵容 就是有丁座、恶鬼道以及团葬 第一回合就是普攻度过 没有关系,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阵容通常的情况下 不会一个回合就可以清完 除非雷主开雷开 但是我带的奥义又不是雷开 第二回合就让丁座开个奥义 这样确保肯定能清完 然后第三回合 然后雷主先奥义些 然后恶鬼道 奥义丁座 这样主要是想少损失一点血 但没有什么特别的 博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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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清完了之后到了 见到飞断跟角度 然后盯坐奥义飞断 他在后排呢 就是打他的血 把他的血打得低 然后准备下个回合 雷主奥义 雷主奥义他的角度 这样他就不让他奥义了 打断他的奥义之后 咱们少损失一点血 然后雷主和丁座的联手 肯定能打死 这个飞断 然后见到最后这个阶段的时候 丁座奥义飞断 然后恶鬼道和团葬都奥义丁座 要把这个飞断的血 就是打得低一点 他可以少砍一下 这样 这样丁座可以保留更多的生命值 要分数更高 然后 这个回合一开始 雷主先别奥义 先让大家多吸一点血 反正已经到这个回合了 看到快打不死了 然后再奥义 这样就快 就基本吸满了 大家都是满血 这样分数能高一点 我想这次分数应该 应该是还很不错了 4300分 已经相当高了 如果 有那些比较极限的阵容 比如说你用三船的 蓝啊 和雷主的这种团核 可能分数会更高 但是操作要非常极限 比较困难 因为秒杀飞断的 就是最后一阶段 秒杀飞断的可能性 并不是很大 大家看一下天赋 凹逸 牵鸟刀 响影 普攻一闪 追打咸月斩 吸血和鬼人 然后通龄兽 带的是变色龙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 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